言文哉族,書接上回, 上回就講到,那個朱棣, 就叫那個錦衣衛的負責人來, 就查問一下,現在在笑浴坐牢的人的情況如何, 接著呢,朱棣就問了一句, 那個楊溥現在的情況如何, 這位就報告,這個人還是天天在監倉讀書寫字, 將監房變成書房,朱棣聽完, 就很久都沒有出聲,接著他吩咐了一句, 你們不要難為這個人,不准出什麼意外, 朱棣是一個英明的天子, 他看穿楊溥並非是偽裝的,他不是裝傻的, 你說,運你三兩個月,甚至一年半載, 那你裝傻,扮懵,靠暈都行, 但是,你現在判坐牢,判十年,你裝傻裝得這麼久嗎? 朱棣就知道,這個人是一個不怕死的人,不但不怕死, 而且,他不怕等死,自古以來,死亡並不是最可怕的, 最可怕是天天在等死,今天不知明日子,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推出去斬頭的,這些日子是最爛崖的, 朱棣就覺得,這個楊溥不但不怕死,而且不怕等死, 這個人是世間少有,朱棣就並不想起用這個人, 但是,他又不想殺他,他想留回將來子孫呢,或者有用都不一定的, 就是靠朱棣這句說話,不要難為他,楊溥呢, 先能夠在監中足足運了十年,到奇滿放出來了, 對了,人中也立刻毀以重任,成為一代名臣, 在三國時代,民間是有句宴語, 臥龍初逢特日何安天下? 三陽就呼现,沒有朱葛亮出名,這麼本事, 但是呢,也是十分有才能的大臣, 你同時擁有三羊, 人家說,三個臭皮醬都頂得過諸葛亮, 你現在有這三個這麼有才能的大臣, 就造就了人宗宗宗的盛世, 現在呢,又講一下朱高次的弟弟, 他一直都不服氣, 我自己有本事,又立過這麼大的功勞, 偏偏那個大哥朱高次, 又肥又亂俊,又低腳走路有人符, 眼睛又不好看不到東西, 這樣的殘廢之人,要他做太子? 以後我要當他手下,他做皇帝管政自己, 老爸做反的人,自己盼死來幫他打江山, 老爸親口講我了嘛, 你大哥身體不好,你給點心機, 說話都說得這麼清楚, 是我來繼承王位, 怎知道怎知道,只有個港子, 到頭來,什麼都沒有的, 朱高許就殺分仇恨自己的大哥, 他認為老爸不守信用, 於是呢,他就不擇手段, 不計後果,一定要想辦法, 搶回本來屬於自己的皇位, 其實啊,朱高許就錯怪他老爸了, 你父親之弟啊,一直想立你做太子的, 啊,你看啊,朱高許,整個老爸的翻版似的, 楊子山十分威無英俊,又有本事敢上敢趕, 他大哥朱高次就不同了, 不單止楊子山難看流流爆爆, 又是殘疾人,還有一樣啊, 他的性格啊,和朱棣是完全騙的, 品性十分溫和,為人老實, 雖然他對父親是百依百順, 好聽話了,但是呢, 對父親殘殺建民帝手下的大臣, 他就十分不滿啊,多次勸告父親武殺, 朱棣就最不喜歡他這件事, 所以呢, 朱棣也想寧立朱高許做太子的, 不過中國呢,歷來的制度啊, 都是大仔繼位的啊, 現在要減來的改法啊, 好大件事啊, 朱棣也不敢輕易動手, 就招集守下那幫武將, 聽下這幫人的意見, 一致都認為, 擁護朱高許做太子, 朱高許, 一直跟那幫武將啊, 南征北戰, 大家都很熟悉的嘛, 如果他做皇帝, 那大家都辦事好做得多啊, 朱棣聽完武將的意見, 就召集那些民臣來商量, 又是一致意見, 又是一致, 反對立朱高許做太子, 勇護朱高次繼位, 啊, 怎麼這樣都有啊, 你看, 這些意見完全相反的, 是啊, 讀書人呢, 就相信, 自古君不立長, 國家必有大亂, 所以, 贊成大仔繼位, 錦英明, 有此見的朱棣, 現在呢, 也沒有辦法抓定子, 啊, 兩種意見截然不同啊, 朱棣就找了個天下第一才子, 蟹俊來商量, 於是, 就有了我們上面講呢, 那句, 有名的蟹俊那三個字, 好聖孫的傳聞, 好聖孫, 即是說你的孫仔啊, 朱瞻記啊, 是個好皇帝的鳥來的啊, 朱棣就日向到可痛惜這個孫的了嘛, 聽到這樣講, 就更加傾向, 立朱高次做太子, 不過呢, 朱高起勢力非常強啊, 他不但遊說朱棣身邊的大臣, 還整天對他老爸, 講他大佬的閒話, 朱棣又是動搖不定, 將立太子的事調低, 哎呀,以後再算了, 那很多大臣都勸他, 不行啊, 你快點解決這件事啊, 朱棣始終都不理, 朱高次心中就明白, 父親呢, 是不喜歡士基, 是想立弟弟做太子的, 他呢, 又開始實行第二步計劃, 無奈, 有一位大臣又畫了一幅畫, 是畫了一隻老虎, 帶著幾隻老虎仔, 作父子相親狀, 朱棣親自來看這幅畫, 那時候, 在朱棣身邊, 陪著皇帝看畫, 就是大才子, 那時候, 海俊, 海俊突然間走出來, 拿起筆, 在畫上提了一首詩, 撫慰白壽尊, 誰敢觸其怒, 唯有父子情, 一步一回鼓。 這首詩呢, 寫得是認真麻麻地, 不過他又認真實用, 他居然打動了朱棣, 那隻老虎, 是白壽之王, 是至尊, 即是你現在這樣, 你現在做皇帝, 天下歸你所有, 但是, 父子之情, 是無法代替的, 你不能拋棄你的兒子, 你不應該忘記, 朱高次和你的父子心情。 朱棣看到這幅畫, 看到這首詩, 心有感觸, 站得很久很久, 是啊, 朱高次是殘廢之人, 但是到底是自己的兒子, 自己撫養大他, 他是沒有什麼大功勞, 但是也沒有犯過什麼大錯, 他為人敦厚, 對父親有孝順, 沒什麼理由廢了他, 父子之情, 怎麼斬得斷呢? 於是, 朱棣做出他追蹤這個決定, 即刻召見朱高次, 正式封他做太子, 那擁護朱高次的大臣, 就寬天起地了, 皇上出聲了嘛, 不過, 朱高喜是什麼人呢? 你以為他會這麼容易認輸的嗎? 你皇帝雖然封了大哥做太子, 那以後的鬥爭就更加尖銳, 更加殘酷,更加複雜, 朱高次做得太子, 朱棣就將朱高許分封到雲南, 雲南當時是十分偏僻的, 你封去那裏, 不要說做大官啦, 現在就算是封王, 都好像是劉芳那樣, 朱高許死都不肯去, 日夜前, 要他老爸來訴苦, 說他自己沒有犯過什麼大錯, 怎麼敢來罰我才行呢? 朱棣讓他講講講, 都有點心軟, 加上他一向很痛恥這個兒子的嘛, 所以改變主義, 就叫朱高次留在自己身邊, 跟隨著他去北方來巡視, 那時候還未遷到的, 朱高許就跟著老爸去巡視邊境, 表現得十分好的, 得到老爸的歡心, 就將那個吩咐的權力交給他自己, 那, 好了好了, 你自己決定, 你說中去哪裏就去哪裏, 朱高許就立刻把蛇除君上, 說自己想留在父親身邊, 來服侍老爸, 留在京城, 即是留在南京, 啊, 朱棣又同意了, 從此, 朱高許, 就以南京作為根據地開展一連串的陰謀活動, 他收買了皇帝身邊的大臣做爪雅, 傳滿去找太子, 朱高次的雞腳, 找機會來收拾朱高次, 是十分精通權術的, 他知道要打到太子, 首先要剷除他手下得力的大臣, 第一個對象, 就瘋芒不露, 天下第一才子, 蟹俊, 他永樂五年, 就將蟹俊趕出內閣, 趕出京城, 朱高次第一次受到沉重的打擊, 朱高許的勢力就越來越大, 繼續收買朱棣身邊的近臣侍衛, 那他是皇子, 又是皇帝最痛惜的兒子, 有錢, 有權, 有地位, 他要做這些事情, 就得心應手了, 所以, 朱棣現在聽到的, 無非有一幫大臣, 在講太子的壞話, 自從永樂七年以後, 朱棣經常要帶領大軍, 攻打蒙古, 時常就將國家大使權, 就交給兒子, 朱高次, 來到監國, 這樣就給了個好機會給朱高許了, 李太子沒什麼經驗的, 你一定會做錯的, 他就轉本撲到你實, 那他多年來跟隨父親身邊, 又十分了解老爸的皮性, 他知道老爸為人, 十分英明果斷, 精於權貿, 但是為人多疑, 他現在經常在京城出外征戰, 正是這種多疑的心態, 最容易發索的時候, 他身邊的人很多都是朱高許買通的, 就不斷造謠, 就說太子想趁機奪權, 太子急於登基做皇帝, 太子對皇上很不尊重, 聽得多, 朱棣就開始對一向老實的太子有些懷疑了, 這種懷疑心就越來越重, 到永樂十年, 朱棣出巡回京城, 對太子進行了一次突然襲擊, 清查太子的監國期間, 各種工種, 這個太子, 沒試過監國的經驗的, 當然會有差錯了, 二來呢, 你故意就超無病, 沒有的都變成一大堆的了, 這題發揮, 朱棣就逐了大批大臣, 又將太子監國期間, 代為頒發一些法令, 統統更改, 於是這種無中生有, 故意為難的做法, 引起大臣非常不滿, 紛紛尚書, 為太子辯護, 其中最激烈的, 是大理子的一個官員, 叫做錦通, 他說, 太子沒什麼錯的, 你根本沒必要將太子頒布的法令, 統統更改了, 這樣啊, 那就是借題發揮的, 唉, 耿通啊, 你這個人真的沒有腦筋的, 你這樣也不明白嗎? 朱棣這樣做法, 擺明是拿太子來出氣而已, 歷代都用這樣的手法, 欲加之罪, 有何患無恥, 朱棣見到這個耿通, 居然, 拆穿自己的想法, 好, 好, 你說我借題發揮, 我現在借你一件事用, 借你這個人頭, 之弟, 立刻召集那幫大臣, 來到五門集會, 宣布耿通的滔天大罪, 你, 當斬, 大臣啊, 個個個心驚, 膽跳, 喂,喂, 然後, 耿通, 到底犯了什麼, 這麼大的罪要斬啊, 接著, 朱棣就宣布耿通的罪狀, 朱棣說, 太子有沒有做錯呢, 這都是小事的, 耿通這樣說法, 外表看來呢, 好像為太子說話, 其實, 他說, 離間我們父子關係, 這種行為絕對不能容忍, 所以, 我只能殺他, 哎呀, 人家只是說了一句, 太子沒錯, 那怎麼離間你們父子關係呢? 一個, 曾經創造, 不柳自作永樂大典的天子, 金英明, 居然說出毫不講理的說話, 實在令人唏噓, 為後人所恥笑啊, 是, 他可以做成功, 之弟, 用最漫橫的方法, 來處置了一批大臣, 粗暴打擊了太子至高次, 太子的時候, 心悔意冷, 知道老爸不喜歡自己, 自己做又挨鬧, 不做又不行, 刺警十分為難, 在這個關鍵時刻, 一個大臣挺身而出, 用他的勇氣和智慧, 保住太子的地位, 這個就是楊士奇, 三楊裏面的第一楊, 會分解